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指的那个音乐 指的乐队这种真的音乐节奏 是吧 但是咱们还有一种音乐的概念 什么流行歌 代词的这个歌 那么说的也是歌 我说的但是说以音乐为主的这种歌 是比如说是西洋的这种流行乐 是以音乐为主的 我们是以内容为主 我们不在乎那个形式到底是这样的 吉他的 钢琴的 四派的 三派的 都不在乎 就是感觉好像我们对这个纯音乐的这种接收能力 共鸣能力 我觉得不能把它上升到纯音 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流行音乐 我们就是只能接受一个自己心率左右的 比如说60到80拍 你看所有火的歌 基本上都是这节奏 因为你坐着的时候心跳60到80拍 这个就是你把它简单的一说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接受 是接受文字的信息容易的 还是接受情绪的信息 咱们的听众大部分是接受文字的东西容易 情绪的东西他不太能接受 因为他情绪已经麻木了 你给他传递一个感情的东西 他接受不到 他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共鸣 按理说吉他应该比歌词容易接受多了 他一个忧伤的吉他应该比拿一大堆词去形容有多忧伤 要直接多了 可是他不听那些东西 他就要听你说出来到底有多忧伤啊 你像我们聊这个从哪起的 就是那天我们在唱卡拉OK 老中青三代人 我突然间我有感触 我觉得有变化 就是说10年前 15年前那个时候特流行的歌啊 好像甭管怎么说吧 你觉得这里边有种真情啊 比如说什么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然后到后来你比如唱到现在80后或者现在的流行歌 你开始啊 呃 我比如说有一些是快歌 鼎哒鼎哒鼎哒 但是呢 也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天有人说 是不是现在人对那个感情的这种领悟能力 或者说这个感情模式跟咱们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不一样了呢 我觉得还是你你匮乏什么吧 就是那一代人最匮乏比如说真诚或者匮乏那种美的时候就写一大堆那种真诚和美的东西 就是当然这一代人他匮乏的是另外一些音乐 当然我不是说音乐一定要这样才是音乐 我觉得这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美国的音乐也是这样 它经济越发达 生活节奏会越快 生活节奏越快 他听的东西也需要更快 节奏要快 然后要强烈 刺激要强烈 美国那时候也发展得最早的音乐你听起来 编曲的很简单也很清淡的 现在越来越重 越来越快 因为那时候人能坐一晚上 听音乐 现在的节奏生活节奏很快 他不可能慢慢听那个歌 他就要节奏强烈 能把我赶快刺激的到我才行 所以他要就是那种音乐盯着光 要必须比如HIPHOP 就是要节奏能迅速把我刺激到位 实际上就是一个要达到一个疗效 迅速把疗效得起作用 你不能弄半天中医太慢 生活里分改音乐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很多 但是你说说中国人对这个音乐没感应吧 你也见到很多这个年轻人呢 但是我也觉得挺奇怪 比如说什么老鼠爱大米啊 什么喜刷刷喜刷刷 你看着一帮人都跟着跳舞呢 可是呢 哎这个你一下也有人说 说这个歌哈 你说的是歌词好 还是旋律好 还是什么什么好 但是为什么他有那么样的流行 人人都唱呢 这是什么现象呢 我觉得是在一个压力之下 这个东西刺激到了我 在中国最流 所有流行去分析就是因为歌词 你换一旋律找 还是说这歌词 我就说这歌词 为什么这歌词 歌词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对了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那爱情了 因为他们觉得爱情就是一种欲望 爱情就是跟老鼠跟大米的关系一样 他真是这么觉得的 哦 这共鸣了 他才有这共鸣 他真的 比如说我们 我当然不会觉得爱情像老鼠跟大米之间的关系一样 但是他又会觉得他真是这么觉得的 他真的觉得爱情像一切可以用来付出而交换的东西一样 因为现在的价值观的问题改变 因为他我会觉得这个 他可能会觉得一部分觉得是迷茫 我没有一个标准的价值观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好玩 他拿这个东西搞笑 或者他拿这个东西那也是符合了他 符合我现在这种叛逆的心态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想摧毁一切权威 这个符合很多年轻人的现在这种想法 因为为何当时庞克越兴起来的原因就是说 当时西方的这个年轻人他就想摧毁以前前辈建立起来整个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价值观是虚伪的 是骗子 我被骗了 我现在要重新建立我的价值观 所以他首先第一点就要摧毁以前的价值观 权威 放倒一切权威 破坏 所以你说这好听我就不听 我就要听这难听 但是西方这一代一代的音乐呢 是每一代每一种音乐以及每一代音乐横向在每一种音乐多元化的音乐 这个送向在每一种就是每一代的音乐 他都充分的体现了自己的魅力以及消化掉以后 他才向前进 他用了150年的时间 从爵士学开始慢慢来慢慢来 The Blues 然后摇滚等等 Ling Leg Grounds 等等 它是每一种音乐都有千万人来做 有千万人来听 就有大批的音乐家把这一种音乐已经玩的从最好到最烂的都有 所以他是这样我觉得成熟的过来的 大家是欣赏习惯也跟人这么跟过来的 就相当于我们的文字 从诗经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因为为什么我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字的什么汉符了 什么送词了圆曲了 我们文字是特别像西方的音乐传统 就是丰富极了每一种类型送词有一万个人写 然后那个卷取有一万个人写 有100万人背 所以我们文字充分的消化掉 充分的展示过 但是我们的音乐这30年 我们确实只有30年的流行音乐历史 走过了别人150年的 说实在话 西方有的音乐类型 这30年咱一样都没缺过 全玩过 但是每一样呢 就包括他们的这个进程 我们也都经历了 从这纯洁的开始 就是艺术歌曲那种开始 我太阳一样的爱情 然后到最后就是什么爱情 就是那种 我们也经历了这个音乐里的文化的变迁 但是可是我每一个代就两年 就没有充分展示跟消化 就赶快集 其实不光音乐 你看我们其他的电影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所有的 我们的爱情观 我们的对家庭 对一切的观念 对故乡的观念 都是迅速的再向前 然后颠覆 然后其实把人事也都干了 你说西方有的音乐类型 哪样咱没玩过 哪样咱都玩过 各种另类音乐 各种怪音乐 各种角色也有人玩 虽然只有仨人玩 但是那也有人玩 布鲁斯有俩约队玩 那也有人玩 但是不像就是 但是哪样都没玩好 我是觉得啊 就是从从这个 做音乐人的这个角度上讲啊 说三十年越来越不繁荣啊 给人的感觉是 怎么就好像 你比如说 曾经有一阵说繁荣 人家说了 那是你繁荣吗 那是港台音乐 就就就就火了一阵 但是到后来 呃 又有人说全是盗版给害的 就 但是到今天 好像觉得越来越难做了 是不是 港台音乐最繁荣的时候 尤其是香港 那那最伟大的时候 还是我说那个 就不要自己去做音乐 不要自己做曲 香港最繁荣的 也是我们当年经常在等一张唱片 能等七个月攒零花钱 去买一张谭又林的唱片 全部都是填日本歌 偶尔填一首英文歌 他们就是一大堆写词的 因为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写词的 然后你看那当年 谭又林张公荣 以及荷兰斯大天王唱片 拿起来一看作曲 全是德勇英明 全是那个什么什么 这全部都是日本音乐 哎呦 音乐跟很多产品都一样 他无所谓 因为你有一个不擅长音乐的民族 擅长歌词 那大家就扬长必短嘛 那人家有很多好音乐 拿来填词 最开始国内 大陆这最好听的 一开始那些歌 也都是那不学一流声 年长 无言 等等也都是填的英文歌 但我想啊 对 我就是你说的这种人 好像没有音乐细胞 可是我觉得呢 是是骨子里有的呢 还是说我小时候 没有这个机会 咱们也没有什么 对一般孩子 有这种音乐教育 今天的孩子说起来 也是学个弹钢琴什么的 他们将来会不会好 好很多呢 我觉得 包括我的孩子 我觉得现在小孩呢 学的东西比我们多 接触资讯比我们多 但是我觉得内心的 没有我们当时那么样能 其实能沉浸起来思考的 这种状态 现在全部是浮躁 迅速 就是不停地消费各种东西 任何东西拿来 迅速消费就抛弃了 迅速消费就抛弃了 全是这种状态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是不可能写出特牛的 包括歌词和音乐 旋律都是这样 我原来到大学的时候 他第一次真的喜欢音乐的原因 以前我不喜欢音乐 以前那些歌我听 我没有感动 包括他说台湾联能 我觉得还行 但是我没有让我感动 我在大学上英文课的时候 老师拿了一些 腰管乐的唱片给我们听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当时就被震撼 其实你猛一听 那时候音乐音乐水平 还听不清楚 他到底唱什么水平 什么东西 但是就这种传达过来 这种情绪 他的声音 他的音乐 你一下就被震撼 觉得这些东西 太让我感动了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就他那个传达 当时把我打垮了 觉得这太好 我就每天搜集这些东西 去听 去学 去写 这就让我激发 我创作那种欲望 那种欲望 那现在这种状态 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小孩 你去给他 他哪一首歌 能让你感动 感动不了 他自己也弄糊涂了 各种音乐都感动不了我 正是他说的 这三十年 招呼过来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硬都给吃下去了 一样都不太挑了 生死活泼 硬都给吃了 咱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三十年 玩的东西太多了 到最后什么也没留下 我最近也是有个体会 就是对于孩子来说 就是过去老子讲 这是目迷五色 耳迷五音 就我现在确实 你不要最近 我买一什么手机电脑 我买一个小DV 然后我又换一个手机 我就发现 现在的东西不是不好 太好玩了 你知道吗 你就是说 你弄清楚 我学会用这个东西 就整一天一夜的事 说明书就是一本书 是太好玩 有这公伙琴都会弹了 对 我就一下感觉到 现在这孩子的处境 你太不像我们原来 你像我上大学的时候 太多选择就是没有选择 对 原来那时候觉得 比如郑君这样的 系里有个同学弹吉他 真好 只有吉他 大家都比这弹吉他 所以比的东西不一样 这最重要 我们那时候比什么 谁弹琴弹得好 谁文字写得好 谁恨不懂情书比你写得好 都管用 现在孩子比什么 你爸开什么车接你 说我拿一什么手机 然后是我还老换手机 我穿一什么鞋 变成比这个了 而且整个的教育 我们那时候是什么教育 是说万般计较品 唯有读书高 那些东西 那些物质东西 都是最次要的 人生有诗和远方 那我们那时候是有灯塔 现在的教育 起到了很大 我们的那年代 成长年代 是特别幸福的年代 有灯塔的 前面照亮海面 有罗大佑 有崔健 有王朔 有张艺末 张艺末那时候确实是 当然跟现在还不一样 那时候确实是 像灯塔一样 有渔华 有苏同 有那么多灯塔 照亮你 你知道往哪去游 你会幸福 今天孩子海上都黑的 我们曾经出现过 也就像根蜡烛一样 一回头就吹灭了 现在的父母教育 说你自己就是灯塔 其实自己根本不是 然后父母教你 说我告诉你去哪 什么灯塔不灯塔 就是那金银岛 就是要往金银岛去 说那岛上有金银 你还千万别路上 被海神的歌声给迷惑 不要被任何那些 那个虚无的东西所迷惑 你要去金银岛 并且以前还有个老师 往回来 现在老师教什么 我参加过两次活动 给我气的 大学老师 教孩子们说 不要有不屑实际的幻想 规划自己的职业 规划自己的人生 要怎么规划 我一听到怎么规划 就是拿得当一商品 去规划 我为什么不能 我这话音乐不行吗 那音乐就是一个错的 这个父母音乐能当饭吃吗 对 因为父母当然这么说 可以老师也不鼓励你 老师说 你音乐能当你的职业规划吗 你怎么规划你的音乐 你能当告诉吗 你能当政军吗 你不行 你就给我规划 然后我发了两句反对意见 那教师们都跟我急了 说告诉你是一特例 说你从新华大学退学 不能当做一个饭本 等等等等 他们就是要有人生规划 他们就要把自己当一商品 当一产品 知道自己的性能 能卖几个钱 卖给谁 要这么去规划自己的人生 那音乐还有什么用 现在什么都已经按产品来规划 这是没办法的 我一朋友结婚 他说 我说你干嘛 他说我要去看看 我结婚之前 他要见见岳父岳母 他住得很远去看 他说我的朋友跟我说 在你要买一个产品之前 你一定要看看他的厂商什么样 就是产品 看他的厂商 父母就是厂商 人家听我的腿了 这太狠了 所有的全部是市场经济 而且是堂而皇之 堂而皇之 一切 他说这就是应该的 我在美国看 National geography channel 美国很火的一台 国家地理频道 讲世界各地 其中讲讲中国一些城市 我就不讲了 有一句话说特好 他说你在世界上 很少看到这样的地方 就是每个人真的 就是你说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挣钱 为荣说出来 他说其实可能我们美国也这么想 但人嘴上不这么说 人嘴上还说我的人生是要怎么怎么样的 我不能说我的人生就是为挣钱 说你当那个地方 你发现 每一个人觉得很光荣的说出来 说我的人生都挣钱 难道错了吗 而且就像年轻的小孩来 以前我们做歌手 比如小科普树 我那时候做他们的时候 特别好 大家谈音乐 没有一句话聊到说 这打排行榜出名 大家特别热情 当歌星 特别高兴 今天为什么很多年不再做年轻歌手了 每个年轻歌手来说 哪怕你给我装一下 你说高老师我热爱音乐 我就要出名 我怎么红啊 高老师咱们咱们咱们来做 我说你涂红药水涂身上 你就红了 我哪知道你怎么红 我又不红军 负责给你的变红 我是音乐制作人 你哪怕给我装 结果小孩说 出名不是天津机 那我干嘛来 不然我们 人装他都不觉得是一个 你装着热爱音乐总行吧 让我们把这音乐给你做好了 您再出去争名多利 他觉得 那大家来不都是为了这个吗 现在的所有事情的目的性都特别强 而且他觉得这光荣 他觉得就是来争名利这件事 是一件光荣的事 天津利益 真是你让你觉得特别奇怪的一件事 就觉得实际是觉得特别恶俗 所以才会有争名 有一个这就从一点来表现 那天跟他们说的 就是中国小孩 中国小孩学钢琴 和老外小孩学钢琴 这是一个很大区别在那 咱们这小孩学钢琴 十至八九 就是小孩要考多少级 一定得要考多少级 就才能完成这任务 治标 老外的小孩学钢琴 就是让你培养一个音乐的兴趣 一辈 我觉得你会一样乐器 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 一个很好的礼物 所以这个目的就不一样 咱们也都会大多学钢琴 咱们这很多孩子每天拿鞭子抽着 你的目的你那过十级 那过多少级 这就成了 它不会热 没错 它就成了一个痛苦 我把这任务完成 我妈逼着 我没办法 它说得特好 就是音乐 不能当饭 不是饭 是酒 音乐不是武器 是礼物 对 你老大这都说 中国是现在说 每一样东西 有没有用 对 所以这有用的 还不是说 对你的人生 有没有用 而说就对你 挣钱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对 有没有用 只要短时间的 对挣钱没用 那就就是没用 我就说音乐 能不能当饭吃 可是问题 你难道就是吃货吗 就是什么 然后就是小孩们 都觉得爱情都得有用 对 就跟你聊一下 你都听傻了 觉得爱情都得 什么都得有用 而且实际上 我觉得很多孩子 本来是很好的 跟这个成年人的社会 这评价标准有关系 实际也把他呀 彻底整拧了 他可能本来是喜欢什么的 但是这一顺 包括父母 现在就跟孩子 你说这个规划 说你要干什么 去美国 去美国还是去英国 他不是说你喜欢什么 去美国也绝对 不会让你学音乐 学商科 学金融 现在学金融 学法律 学法律 一切都是投资 他把对你的这种爱 全部作为一种投资 没错 那天我就听一父母亲讲 跟孩子聊 就说你要出国学什么 讲性价比 说你看 我给你投资这么多 你学会来 学这个 比如说艺术这个专业 能找到工作的机会 有几成 美国艺术人下 平均只有5%的 就业率 所以就 那在美国 我自己愿意贷款 他依然很开心 他觉得我愿意贷款 这东西 剩前挣的最少的 就是搞音乐 是不是现在中国人 确实是活得 安全感不强 就是 是不是招不保息 老怕这个挣不着钱 或者说挣到的钱 比我们小时候要生活好多了 我们小时候 倒是保息 每个月肯定有半斤肉 肯定能保 下个月也还是有半斤肉 但是确实只有半斤 大家跟这些事没关系 教育 由于父母的这种完全的急功近力 导致的小孩就完全是这样 你看什么样的父母 就是什么小孩 是一定的 小孩又奔着那方向去 他的教育一定导致的 那时候原来我去 我去带我狗去看兽医 那一个兽医从英国留学回来 他说 我说为什么在中国的狗 这么爱咬人 老是攻击人 他说我在英国学兽医 他说在国外 很多这种大型犬 很少咬人 但是到了中国来 为什么就老咬人 就是因为主人太粗 主人就这么对待他 主人老打他 他就会打别人 你主人跟其他人的关系不友善 对 主人就这种态度 他就学你 就小孩也这样 你父母的出去跟人 就是一 所以对所有人都是 那种特别刻薄 小孩也是这样 师利也呢 师利也 他教育就这样 我还是要回答我那个 假种族歧视论 我觉得在任何一种环境下 如果你这民族是真热爱音乐的 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 今天都到了这个地步 商品社会什么 可是你再看少是民族孩子 还是唱歌 今天你看到那蒙古的餐厅里 一个到时候 教育啊 这就是教育 我们在同一个土地上长大 都是物欲横流 是不是都是追求追逐 可是你看蒙古人喝完了酒 人还是唱歌 人还是站起来跳舞 上座跳舞 感觉咱得让咱孩子放牢去 放牧去 咱那汉村怎么喝完酒 就要坐那吹牛呢 就不唱歌跳舞呢 然后就直接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可能啊 有这个种的这个原因啊 但是我拿我自身的这个音乐 这个经历啊 我觉得实际还是教育 学习和教育 因为你像我这个前三四十年 那等于都空白 完全不懂 后来你像在这近些年 在朋友的影响下 听音乐 听音乐 听听听 但是今天我觉得 我自我教育我至少能够明白 音乐本身就是很美的 是很快乐的 包括画画 本身就是美 能够给你带来很多 你看我现在才明白 就说人家讲学不至于乐 不可谓之学呀 真的我能从音乐和和会画 看画能够得到乐去了 就是那我就想 实际是不是还是一个 可以父母亲从小啊 给孩子真正有美 告诉他这玩意儿 不是管什么用的 关键是父母亲拿什么去教育孩子呢 那叫一代一代传下来 我们自古音乐 人生态度 就是一种人生态度 我们自古音乐只在两地上出现 刚才小松说一句话 觉得特别 就是说小时民族他 我就要挣再多钱 我还是为了回去 每天喝酒每天唱歌 咱们挣再多钱 每天还有 每天还要再挣更多钱 没错 你就说 现在说是有一些吧 这中国人在酒桌上 你其实听 你觉得真没劲 你听多了互相都是彼此吹嘘自己多么了不起 我是什么掌 你是什么掌 你还不如唱小歌 对 你唱什么歌多 我还是要回到这个 比如说我小时候 我第一次 我当我从小学黑管 但是第一次拿音乐挣着钱 我八岁就拿音乐挣钱了 我妈跟我偷单位的纸和游映机滚子 然后写了一大堆一条小路 红梅花开 然后深深的海洋 我就上街去卖 当时你知道中学生 我是小学生去卖的时候 第一天没卖出去 我妈说为什么 我说他们都特喜欢 可是一毛钱他们没有 我说他们有多少钱 我说他们有五分钱 我说那咱们卖五分 第二天二十本卖光了 第三天每天我书包里揣二十本 你知道就因为什么吗 就因为那歌里有爱人两个字 我跟我妈往里头刻板的刻 都是一条小路去西方 也是革命歌曲 但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然后深深的海洋 也深深的海洋 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那时候年轻人一看到这 所以他还是有需求 但是他又从小没有这个教育 但是他还知道美 他愿意拿五分钱来干这 可是你在看这些歌的时候 你发现一个问题 他是在远比我们要严酷的 多的政治环境下 在苏联的时候写的 美不美美 好听不好听 好听 有没有爱情 敢写 潇洒克费西到西伯利亚 八派都能写出第七教养乐 就还是说我这个民族 就爱音乐 我在什么严酷的环境下 我在什么恶劣的思潮下 不管是资产队的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苏联的 我都要唱歌 说到底 还是总不上把咱们给否了 我要歌唱这件事 是一个根本性的 我们以前的教育是 我们中国自古音乐只有两地方 一个人尿堂起床 一个人尽楼 你说大边老板 我都要erta 感谢观看